等一下 不要再去 我跟你講 十年 身上的肉多一點 對不對 來 氧氣 打一下 我應該再去喝水比較好 等一下 我要不要喝水 我先把球放下去 你要不要回去 你真的不玩三個球了 可以的 再來就要暴露缺點 真的不容易對不對 對 我覺得其實拍電影 老實講 跟拍電影是真的不太一樣 真的不一樣 就是電影那個 他要的就很自然 他不要你稍微多做一點表情 對 沒錯 那很難耶 這個不睡覺的戲 就要很多表情耶 對 就會 可是導演他是一個劉美的導演 他要的就是很清新 很自然 對 他不要你多做一點表情 很細微的是不是 聽說你們在戲拍的時候 還要先Re一遍是不是 對 我們要那個到一個場地 而且那時候密集的去了五六次 像舞台劇一樣 只有桌子跟椅子 你可能就是設定兩三場的戲 我跟才是要對戲 像演舞台劇一樣 演給導演看 真的嗎 對 那劇要 台詞要背起來 台詞要背起來 然後兩個 就是只有我跟他沒有任何道具 但是要假設 對 現場可能有公園 有椅子 或是有摩托車 你可能上摩托車載他 然後 或是就是這樣演 手上有啤酒之類的空演 你OK嗎 蛤 還在喘耶 我真的覺得喔 還滿累的 還滿累的 而且因為沒有熱身 像我以前要做這樣子的表演的話 大概要熱身個半個鐘頭 你現在要熱身半個鐘頭 有更久更喘 對 更喘 我們那個其實也有 我們也有 有在跟劇場一樣在Re劇嗎 有嗎 有 我跟邵棋有一場戲在酒店裡面 那時候 然後他說我們要留一下 當作這邊有一個桌子 上面有酒 我跟邵棋就喝 那我要幹嘛 他說你演酒家女啊 我不演酒家女怎麼辦 我說你是替身 你是代替的 你可不可以 還有融入劇中說在那個時候 在Rehearsal的時候 要演酒家女這樣子 對啊 後來那場 我們兩個在酒店裡面的戲 我跟你講 就是這個嗎 對… 這個是很正常的時候 是真的要喝酒啊 對 剛開始的時候 本來跟邵棋講說 因為我們兩個都不抽菸嘛 我跟邵棋講說 邵棋旁… 你旁邊的身材會不會太好 真的 身材好好 你看 喝醉了 就玩遊戲 對 紅豆拉絲你喝酒嗎 我不喝酒 不會喝酒 我也不抽菸 你真是好人耶 對啊 對啊 那是好男人代表的 所以像這種酒店 我根本就沒有去過 你沒有去過嗎 我沒去過 但是我揣摩那個感覺很像 很像是我 我常有去過的樣子 我覺得啊 因為我是看電視學來的 對 你自己都演電視 可能 可能 七管言 也沒那麼嚴啦 有…那麼嚴 聽說很嚴 還好… 聽說很嚴 所以這場戲拍的時候他不在 放映的時候他會去看嗎 他已經看過了 他有沒有回家問你說 你為什麼演得那麼純熟 沒有 他只有 真的喔 沒有 因為有些是導演他要求的 比方說像我跟邵琦在拍那場戲 邵琦 因為他真的很敬業 他說一般的人到那種地方 應該會久會住姓嘛 應該至少有拖個商議之類的東西 邵琦 你常去嗎 沒有… 那你怎麼知道呢 因為導演說你們都 如果都穿著衣服 你們不夠嗨 對 其實我跟你講 酒喝很多的時候 而且在包廂裡面沒人看啊 對啊 突然還穿著人模人樣 就不合 對啊 不合情理 對不對 還是男人 還是有一些本性要拿出來 對 那我看到他脫了 我本來是不想脫的 我是看到他脫之後 我就脫了 脫了就要誤會了 真的 真的 他脫是有道理的 對不對 我脫是沒有禮貌 對不對 對啊 沒錯 不過在拍這個戲的時候 我覺得像這種 錄製是很有很棒的對不對 就是把你 叫你先錄戲 其實還滿好 因為拍電視劇拍久了 我們都是拿到劇本 馬上就 直接第一個反應就演 有的時候會後悔 我怎麼叫演 對不對 對 但是因為電視劇 其實你就是快 很快很快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電影還要彩排 為什麼要彩排 彩排什麼東西 彩排就是讓你入戲 對 對這個角色的認識對不對 對 後來我覺得這是有用的 因為他前兩個月 所以就讓我跟彩石 就是針對幾場重要的戲 先去磨 磨熟悉 而且其實這樣子我們兩個就是 到手比較close 對 對 就熟了 Oh that's good 然後就很熟很熟 就很熟 演起來就不會尷尬 一點都不 那你呢 你拍床戲有先練習嗎 有也要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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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真書齁 也是要彩排 因為那個 那一場戲是要被 他是演我男友 那個演員叫東彥 他是要把我鋪倒 所以如果 很容易啊 如果我們不熟的話 等一下鋪倒 他不是很容易 他很... 對 如果我鋪倒 這個容易是不是 對 然後所以就是 要排練好幾次那一場 比較親熱的戲 然後才會正式排 就會比較熟這樣 不然妳突然被人家鋪倒 會想笑耶 不是嗎 不熟知的人 小燕姐很少被鋪倒 沒有 這種經驗真的不多 講一下 講一下 妳知道我會高興嗎 不是 不是 唉呀 這誰開的畫頭啊 這樣 超太兇 流汗 流汗了喔 妳在這個攝影棚 感覺很熟 晚上都在樓下 對... 很少上來 上來這段路這麼遙遠這樣 有點害怕 這段路不遙遠 妳知道當電影明星都可以來這 或者出唱片 來我這裡就有出書 出唱片 出四的都要來這 對 對 好可怕